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在这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2月1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个神奇的事情 山东辽城啊,有一家医院,这个医院呢,欠薪达八个月之久 最近呢,这个医院的院长为了表示愧疚 同时也是为了这个恳请债券人呢,还有社会相关部门 社会各阶层啊,各界对这个医院施以援手 所以他决定绝食,绝食十天 大家看视频啊,这个真是大迁世界,无奇不有啊 一个院长居然以绝食来表达自己的愧疚 来解决医院的欠薪问题 这个是很多媒体啊,头条新闻啊 还很多其他媒体都报道了 这个不是杜撰啊,不是摆拍 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应该都有欠薪 还包括 已经为止了 我们医院在集团中间债务委员的时候,我们医院有700个人 我们现在的 欠薪的 一共600个人 工资加社保的准复 超过4500个人 这个鲁西南医院是什么个医院呢 他就是杨谷县一家 号称是三甲医院 他是一家民营医院 1月31号 有记者采访这个杨谷县卫生健康管理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得到的回应称啊 说鲁西南医院是民营医院 欠薪涉及该公司的资金问题是公司内部的事情 相关部门正在协调处理 鲁西南医院院长 新日期开始绝食以减少自己对 希望医院还能好转 绝对还有希望 大碗新闻记者 拨打鲁西南医院健康咨询电话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医院门诊还可以正常就医 但因为资金问题住院受影响 设计床位2000张 一期工程是2016年山东省重点建设项目 占地248亩 2018年5月12日投入运营 设有38个临床医疾科室 编制床位1000张 是辽城市医疗保险工商保险定点医院 辽城市急救120定点医院和阳谷县职工健康体检定点医院 纳入了全国医保联网异地及时结算 阳谷县我想大家看水浒的不陌生啊 这个武松打虎啊 锦阳港就在阳谷县 武大郎也住在阳谷县 这恐怕是阳谷县啊 家喻户晓啊 跟水浒这个小说啊有很大关系 那这次阳谷县名阳天下 跟水浒这个小说关系就不大了 跟医院欠薪院长绝食 可以说是美名阳啊 阳谷县再次得到了传播啊 有网友就说了 咱们这看病 那可都是全款呢 可没有人分期付款呢 怎么医院躺着赚钱呢 怎么还能亏损 完了还欠薪 完了现在八块工资发不了 院长靠绝食来解决问题 来呼吁引起社会国家重视 谁欠医院钱呢 第二个 你这欠薪 你绝食解决得了问题吗 绝食管什么用啊 绝食能绝来钱吗 在大家的印象里面啊 这医院那是躺着赚钱 医院怎么可能还亏损呢 大家一到医院去 那就是通通乖乖的掏钱 掏钱都不带打磕吧 也没见谁跟医院的医生啊 跟医院讨价还价 都是大夫让掏多少就掏多少 医院怎么还会欠薪呢 他收的钱收哪去了呢 院长绝食 到底是绝给谁看 这里面恐怕有几个问题啊 有一期咱们做过一个节目 咱们的人均医疗资源是不足的 就是每一万人 医生的数量 跟发达国家 差距还很大的 医生这个行业啊 从业人员 医疗资源都属短缺 既然短缺跟着市场经济 那怎么可能 你开了个医院还能赔钱 所以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呢 第一个这个鲁西南医院 它是一家民营企业 恐怕跟这个什么 莆田医院呢 类似 或者有关系 它背后是有资本 这些资本实力不够 所以它在扩张的过程中啊 恐怕就资金链断了 医院的钱啊 有可能被他们挪用 这就跟幼儿园是一个道理 没有什么区别 无非就是医院的这个结算 更麻烦一点 因为它纳扰到这个社保体系 那有一部分钱 是由社保来支付 对吧 甚至还有一部分钱 是由政府来补贴的 那一部分是从病人那收的 那医院都有结余啊 都有这个资金池 那作为集团 可能把下面各个医院的钱 就抽走了 也是八个缸七个盖子 就跟开发商人是一样的 这个钱到处挪用 第二个部分呢 就有可能啊 社保的那一部分钱 或者政府补贴的这一部分钱 现在由于这个政府财政困难 它补贴没那么及时 很有可能拖欠 延迟 这个也给这些民营医院呢 雪上加霜 你像大的医院 公立的三家医院 说不定他们血厚啊 他们能扛 他们这个资金挪用啊 这个情况可能少一点 就像那个开发商 那保利他就没事呢 因为他这个资金挪用 情况要轻得多 都是那民营房企 全部爆雷 因为他们这个监管资金挪用啊 是常态 是普遍现象 所以说当政府 这个杰作的部分 一旦出现状况 有延迟的时候 这些公立的三家医院 说不定还能扛一扛 这民营的医院 那只能阴身而倒 我想啊 就这么几个原因 我认为这个医院本身呢 它的主营业务 很难出问题 说不赚钱 说越看病 它越赔 不存在这个现象 还是现金流出问题 那怎么办呢 如果政府欠医院呢 赶紧给医院付齐 就是医保啊 该给人结的钱 要及时接到位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还撑不下去 那只能破产 有很多人呢 对破产这个很紧张 很反感 实际上破产 是市场经济里面 一个重要的出清部分 就是有些企业 你经营不下去了 你只有破产 破产不代表 把那医院给拆了 破产不代表 是把那盖好的医院 2000站床位 多少个客室 从不给他扒掉充盖 不是这个意思 破产是把股东啊 股东权益 重新调整 债权人的利益 重新调整 这样这个医院 可以轻装上证 无非就换了个老板 对吧 你原来老板已经搞不下去了 你没有钱 没有那个实力 你搞这么大一摊子 到处拆通墙 补习墙 你已经耍不下去了 院长只能绝食来 解决问题了 对吧 你也找不到资金自救 那就是破产 破产那原来的股东 对吧 你干担什么责任 担什么责任 你出局了 换一个有钱的股东进来 债权人呢 债务打折 对吧 你还要原来的那个钱 比如医院欠你100万 你还想要100万 这公司都黄了 医院都已经破产了 对吧 你只能要5万 或者给你10万 甚至是三年以后 给你10万 这对债权人 和股东的权益 进行调整 然后让这个医院 能够轻装上证 能够重新活起来 为社会创造效益 带来社会价值 实际上破产 这个在国外是司空见惯的 不行就破产 破产就是重新洗牌 重来一遍 把这债权债务关系 股权关系 再重新分一遍 这个对医生 对这个职工来说 那是最大的保障 实际上这些医生 重新上岗 因为新来了股东 对吧 新的管理方 然后你们要重新 签这个聘用合同 然后大家都活得新生 医院也活得新生 所以这些职工 拉着横幅 要求啊 给400名员工一个机会 给鲁西南医院 一次重整机会 就是破产重整 这个游戏啊 已经进入死局 院长实在解决不了了 只能靠绝食 引起社会的关注 这不就是个死局了吗 装备下去了 怎么办呢 破产重整 自然会有别的资本来接手 随着这个经济下行啊 这个医疗行业 也会出现这个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是这个医疗资源紧张 一方面是很多民营 医疗机构活不下去 这就是结构性矛盾 跟房地产一样 鹤岗的房子卖不掉 两万一套 但是一线城市的房子 还是很贵 有的地方还要摇号 这都是结构性矛盾的 所以如果你要在这种医院 上班 在县城里面 或者小的地基市 这些民营医院上班 也早做准备啊 能去好一点的医院 去好一点的医院 去大一点的医院 因为这些小医院 民营企业 招不保息 恐怕要大量的兼并充足啊 据我了解啊 有很多医院呢 尤其民营医院 他都没什么资产 早就资不抵债了 你别看那医院的仪器那么多 那仪器都是别人租给他的 所有权都不是医院的 土地呢 土地有的是地方政府划拨的 因为它是医疗机构啊 取得土地的这个成本很低 同样 那个土地价值其实也很低 因为它就是医疗用途 你也不能把他说拍卖了 开发房地产 这恐怕跟前几年啊 这个民营医疗机构 盲目扩张 也有关系 实际上他们实力不够 都是空手套白狼啊 跟地方政府讲故事 搞一块地皮 或者是把以前地方政府啊 运营亏损的那些什么医院 给承包了 然后进行改制 实际上他本身投入资本 非常少 本质还是实力不够 所以一遇到这个经济形势不好 对吧 一遇到一些疯了 他马上就扛不住 这是阳谷县啊 鲁西南医院院长绝食 今天啊 凤凰网科技还刊登一篇文章 一个报道啊 也更有意思 说银行推出啊 存款五万 免费辅导小学生作业 这个也真是天下气文啊 就你只要在银行存五万块钱 这银行就免费帮你辅导 小学生作业 说近日 网上流传信息显示 普发银行 北京东花市之行 推出了针对小学 宇宿英作业的 免费辅导服务 由该行员工代办 希望孩子们在 温馨的环境中学习 不虚度寒假 但报名条件 为在该行存款 五万元以上的客户 红星新闻记者 联系到普发银行 东花市之行 前台工作人员称 辅导作业的信息是属实的 刚开始是我们内部商量的 可以帮我们附近居民和客户 辅导下孩子作业 但这两天收到了很多来信 不同居民有不同需求 还有希望我们辅导初高中学生 但具体细节领导没有敲定 同时 这位前台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还没有开始实施 具体什么时候开始 他也不太清楚 因为该行所属的分行 也知道了 还要经过分行同意 据了解 这项活动是1月30日退出的 由于细节还没有敲定好 所以现在还没有家长来报名 得如存款五万的钳制条件 上述工作人员称 刚开始是这样想的 每天辅导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 但具体细节还需要领导再商量一下 其向红星新闻确认 作业辅导是完全免费的 因为银行不是教育机构 肯定是不收费的 该支行一名客户经理 随后向记者表示 刚开始是想服务社区 希望可以再辅导孩子作业上大巴士 后面就把这个想法发到了客户群 被别人转发出去了 我们也是第一次弄 很多客户前来咨询 超出了我们原来的设想 该客户经理向记者确认 目前这个活动已经暂停了 因为影响有点大 但平时还会举办一些小手工活动 家长可以带孩子过来体验 这是红星新闻 昨天那个就是内部的活动吗 就是不知道就是谁就已经泄露出去了 现在准备当中 现在还没有敲击下来 先到先得 我们不会通知 资产5万还是必须重返5万 都行 这个也是天下奇闻 这个还有人有截图 什么我行推出小学与素因作业 免费辅导服务 由我行员工代班 他标明了研究生教师资格证资质 这就不是说一般的人 他们行的员工是研究生学历 而且还有教师资格证 这简直全财 他也是银行的员工 让孩子们在温馨的环境中学习 与我们一起成长 寒假不虚度 成长不止步 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 报名条件 我支行存款 5万以上客户 这个银行为了推广业务 也是豁出去了 每天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免费辅导 小学与素因作业 我记得啊 这个虽然你是免费的 但是你跟这个双减政策 相违背啊 要减轻学生的负担啊 减轻学生 什么寒假作业 什么阔外作业啊 你这个寒假作业 你每天还有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的辅导 这个涉嫌啊 公然跟这个教培政策相违背 虽然你是好意 说明金融机构 现在竞争激烈啊 不容易啊 一方面压榨自己的员工 你说哪个员工 愿意去辅导小孩 自己啊 孩子还辅导不过来 那孩子如果一多的话 他肯定一个老师 两个老师不够啊 就一个员工 两个员工肯定不够啊 有好多员工啊 你还得保证人家安全 对吧 你还得有场所 那场所 你还得符合教委相关规定啊 前不久那个江西新宇吧 对吧 一个辅导班 因为着火 多少学生 对吧 惨死在里面 这个对这个地点 对教室 对教培 这种安全要求也不低啊 稍有不慎 就念成事故 对吧 你银行有这条件吗 想法是好的 实际上跟政策相违背 而且也有安全隐患 第三个 增加了银行员工的负担 这个银行员工啊 本来工资就低 年终奖也拿不到手 现在还要平白乌乌的啊 还要帮人付到作业 这个银行啊 对自己的员工的压榨 也到了无疑复价的地步啊 令人发指 说来说去啊 就是难 就是卷 这个经济形势不好啊 只有卷 卷才是王道啊 一个医院 一个银行 你看 平常是自己不缺钱的 现在居然整成这样 所以这个2024年这个形势啊 大家恐怕心里都有数啊 还是做好心理准备 系好安全带 好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